八人團和拜登正在討論相關的氣球事件 那這個八人團的作用又是什麼 好的 那當然來講國家安全級別呢 它有那種就是非常高的級別 一般來講都是要到白宮 橢圓辦公室向總統報告 因為總統有兩個角色 第一是總統 另外是三軍統帥 大概與會人士呢 就譬如說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什麼國安顧問 國務卿 但是在美國國會呢 它是一個立法機構 在美國過去呢 它就有一個慣例 除了要跟行政機構的領導人 報告國安問題之外 那這種譬如說危機國家安全事件的時候呢 也要向民意機構去報告 所以在美國國會它有一個制定 就是譬如說所謂八人幫 有人叫八人幫 有人叫八人小組 那這八個人是哪八個人呢 第一個眾議院 我們先講眾議院 情報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就兩個了對不對 還有眾議院的議長 那就現在麥卡錫嘛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少數黨的領袖 少數黨領袖 那眾議院這邊四個 那參議院呢也是一樣 情報委員會還有議長 還有就是少數黨領導 所以兩邊各四個 八個人要進一個房間 那這個房間呢 第一要能防止竊聽 這個裡面呢 不能錄音 不能做筆錄 什麼都不行 攝影都不行 那情報局 國家安全情報局 那種高級別的領導來報告 那報告的時候呢 就有這個八個人在場 所有的以前像什麼 會議記錄啊 書記啊 通通不准進去啊 秘書都不能進來啊 所有身上手機都不能帶進去啊 然後國安局開始報告 這八個人啊 還有簽字 就你聽完之後啊 這個事情就在這個房間 你出去不能跟你老婆講 也不能跟同僚講 說哎呀 這個氣球啊 大家不要怕 這個…你都不能講 什麼都不能講啊 也不能作為以後在國會質詢的時候 因為在國會有言論免得權嘛 你質詢的時候 把這些秘密全講出去 也不行 對不對 就保證啊 就你聽完你知道 好 就出去了 所以八人幫啊 麥卡錫啊 已經著急了 國安局啊 已經去報告過了 麥卡錫說 最近我還有找你們找來 再跟我報告 最新狀況 所以你看這件事情啊 在美國多熱鬧 我們可能看起來就說 哎呀 布林肯不來了 一個氣球飄到美國去了 這個美國現在炸開鍋啊 對不對 他們不在乎 布林肯去不去 他們在乎啊 美國上空有沒有中國氣球啊 今天你看多精采 是